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置一块触摸示意镜 可以通过摄像头和传感器 时事追踪顾客示意的样子 顾客可以调整灯光亮度和颜色 来模拟穿衣场景 穿衣件就可通过手势操作 查看其他颜色的上身效果 并与之前的做比较 试穿好的视频和图片还能与朋友分享 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跃跃欲试了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来自新西兰的男子马克梅杰 七年前在北京的一个施工点附近行走时 不幸掉下了九米深的坑 摔伤了背部 他将自己这一糟糕的经历 做成了一款iPhone手机游戏 在游戏中 玩家去操控一个卡通版的梅杰 指引他走过北京建筑施工点 以免他掉下去 这些洞都是随机生成的 因此每一回合都是不同体验 日前梅杰正在等待 苹果审查他提交的应用 该游戏很快会灭向市场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纽约彩票史上最大奖金近日开出 奖金约合人民币约20.2亿多元 当地时间12日 这位幸运儿80岁的小学退休校长 哈罗德·戴蒙德 在自己购买的彩票的加油站 捧起了这张巨额支票 并称自己得奖 全部归功于自己的妻子 原来当时他和妻子 正冒着大雨在高速上开车 妻子不停唠叨 希望先停车吃点东西 等天气转情 他才勉强同意 并随手买了张彩票 据悉 戴蒙德将和妻子飞往夏威夷 庆祝他们55年的结婚纪念日 并决定如何处理这笔钱 网友们都戏称 有的时候听妻子话真的很重要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